後勁讚寵 對,一樣是有女神有女巫 譬如佳麗歡喜有很可愛的女性 有媽媽馳儀,士嘉賢 同時有萬貴妃 又是女神和女巫 這種二分法 基於整個社會氛圍 其實對於政治的參與 特別是女性的政治參與 就是去到一種很表面化 很定型化、很主觀的一種印象 另外,也涉及到性想像 他們會去想 為何女性要參與政 她一定是權力、欲望很大 但很有趣 人們想像時會想 她的性欲望一定很大 所以很多時候會出現一些定型 譬如我這裡有說 她是很性騷動的 你瞭瞭她 她可能會跟你肯去做一些不可過人的事 也跟男女攀附有關 不安於失 你經常跑到街上去示威 睡不著 不回家 她會覺得你是一個性活躍的人 其實認同的是 說到女性主義者 很多時候都一樣有這個標準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會覺得你是一個女同志 又或者很多feminist 中外都是 她們會收到一些黑鹹 黑鹹,好嗎? 知道什麼叫黑鹹嗎? 表面上就是 譬如是養母你 或者是生你開房 但實際其實她們在挑戰 你所有的authority 一個權威 基本上是在試下培檢的那些 她不是真的 期望那樣東西發生的 但是她就是 要透過寫這些文字 去挑戰你 或者去打擊你 試下培檢 去打擊你 是的 那這些在 就是 中外 台灣有特別多 就是這類的情況 而實際上 就是對你有意思的 譬如我這兩個人寫了 就是有痴漢 就出現 有很纏繞的問題 一些性 或者身體的嘲諷 以及同性之間的擠壓 譬如就是 當一個女性的參選者走出來 很麻煩的 你漂亮那頭又不是 你醜那頭又不是 你醜那頭又不是 醜那頭就是 那些男性選民 就說 有個醜婦出來選 在我區真是慘 但你漂亮那頭 那個區的主婦又不喜歡你 看得公心算多 你一定是一個奸妃 你這麼漂亮 所以就是 永遠就是 你未做到實際的事情的時候 你已經要衝破這一種 這樣對你的定義 那這個呢 其實香港的女性主義理論裡面 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 跌入了那種議員對立 即是一個 bundary opposition 還有呢 也就是 對於 musculinity 和femininity 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 似乎都覺得是 要固有的 那麼 女性的特質就是 你要溫馴啊 聽話啊 但是 你某程度走出來 從政 譬如你要在城市論壇 吵架 或者你在街頭擺街站 風塵破破 你都不怕的 曬到皮膚黑曬都不怕的 咦 那你就有違了femininity 那一種的規範 男性也是 就是 譬如我們會問的問題 這個gayman 可不可以出來參選的呢 或者 有一些 男 叫什麼 男生女上 男生女上 的男性 他出來參選又會怎樣呢 可能出現的情況 我們會假設的 就是 一個男性來到社區 他會受什麼人歡迎 誰會歡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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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男性 司拉 司拉的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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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一般 其實我們去講 一些相貌平庸的男性 他會受男性歡迎多些 因為 多數男性 他自己的外貌都是平庸的 於是 他要去拿一個 即是他的代言人的時候 他不可以拿得太漂亮的 是不是 所以 他先不會從才華那方面 去認同出來的人 所以 主要是男性 當然 如果他有懲戒男 那種 風采 或者他是一個 女人湯圓 於是 很多司拉 就會湧過去 什麼意願 我要找你 什麼什麼 黃玉文 這件事 都有很多司拉 喜歡他 給女士抽水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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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他有些地區活動 譬如他都會露兩首唱一下月曲 是啊 然後很多司拉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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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文才啊 那些叫膚淺一點的東西 但是 對於 女性的參政者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我們也可以看看 不同地區或者國家的情況 譬如 日本 對上一次選舉 有沒有什麼人走出來 各大政黨派的什麼人出來選 女士 女士客 我覺得他的翻譯非常之好 就是叫女士客 那這些女士客就是 其實就是香港的小化 Smart的 漂亮的 身材好的 變才也都好的 於是他就拿了很多的議席回來 台灣 正在用這個模式 但是 可能就是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激戰太重要 所以 就 不是全部活動 但是如果那個女士客 就是 她有一些後台 譬如 她是 本身很有實力 或者她是一些名人之后 那些便容易些當選 但是 其實我們看回 就是 不同的地區國家 都是用這個 打著 女性 就是走出來 令你覺得 眼球吸引 和討好這個方法 令到自己的政黨去復活 那麼 如果 用這個角度去看 就糟了 第二波 女性主義運動 就是 那一輪中堅 如果走出來 就一定罵 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 這個 女性主義運動 就是 要反霸權 以及 不是 跟男性 去同流合 男性喜歡看我們外表 我們就用這個 去迎合 所以 反映 就是 為何 用香港做例子 台灣也是一個好例子 就是 婦女團體 不喜歡參政 一方面 其實很矛盾 就是 譬如我自己參與 婦女團體 也有20年 在 回歸前後 婦女參政的討論 是特別多的 但是 每一次 討論到一個位 就是一個中頸 就是 怎樣呢 如果我自己出來參選 婦女團體 婦女團體 一定被人蓋過 不可能贏 但是 我要參與政黨的時候 我有某程度 是要去妥協的 裡面 固有的一些 男性的思維 文化 一些處事方式 怎麼決策 其實 女性的做法 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 經常 會有 這些 討論 還有一些 疾谷 很難去衝破 還有 這裡有寫 女性主義的時候 可以進入 建制 和男性共識 要還是不要呢 還有 我們說 女性主義的時候 剛才說過有不同的派 舉了的 只是 Retical Feminism 但是 其實在後現代主義裡面 都會有一些 現在很盛行的流派 例如 Eco Feminism 生態 女性主義 會去強調 女性其實是 與地球 共融的 是 教男性更容易共融的 原因就是 男性始終有一種侵略者文化 對著整個地球 對著整個心態環境 都是要用一種侵佔的心態 又或者回去 就是 最本源 就是 會 著重 用文明 這個 看法 去侵略了不同的東西 所以會破壞環境 Eco Feminism 會用這個角度去審視 我們要拯救地球 因為現在經常都說 末世 地球會玩完 資源已經被人挖了 所以 講拯救地球的時候 就是Eco Feminism 就擁熱 但是 這些議題 同樣 不是每次我們講生態的時候 都是要講 去救世 或者好像 綠色和平 要駕駛一隻 大船艦 去到周圍的地方 去維持生態和平 而是可以 是很down to earth 和去到我們日常生活 於是 我就會舉一個 很具體的例子